腿长一尾巴的女孩在伦敦苏和区的艳舞表演中扮起各种鬼脸 她的逗逼表情引得男人们哈哈大笑 谁曾想她后来竟成为伦敦家喻不小的死剧女明星 之前她只是黑池小镇一个坐摆棍堂的女工 获得小镇的选母冠军后 她想寻求更大的可能 于是她来到灯红酒绿的伦敦闯荡 从百货店帽组服务员到艳舞小姐直到被星探发现 虽然巴巴拉已经大红大作 但谈恋爱方面却是个小白 没几天她就和男主扮演者克莱夫产生了化学反应坠入了爱河 他们一起参加娱乐节目采访 一起进入各种高级聚会场合 然而就是这个给她无限宠爱的男人 也即将让她感受到爱情的苦难 这天清晨巴巴拉刚起床 就看到克莱夫家进来个中年妇女 她着急的叫醒克莱夫说你妈妈来了 随后她钻进了衣柜 然而没一会柜门却被人突然打开 酒精情场的克莱夫喜欢巴巴拉的帅针 她不像其他女孩搅流造作更不会噎着藏着 她像个邻家搞笑的屌丝小妹平易近人 反而这样与众不同的气质恰恰是吸引克莱夫的地方 但人红是非多 他们的聚集吉姆和巴巴拉平分一路看涨 伦敦记事报记者玛丽怀特豪斯用整顿电视为由 打击光明传媒的巴巴拉的聚集 并有50万人签署请认书抵制 他们应该为国家道德的崩塌而负责 泰德要求我们所有的节目必须要定调 就算没有明星的花边新闻吉姆和巴巴拉都已经够惹眼了 甘尼斯深知他们在外的搂搂抱抱 如果闹得沸沸扬阳 足够让电视台倒闭 然而克莱恩却不这么认为 他拿着每个新报头条上两人亲属放肌的照片 即使两人戴着墨镜也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风投正经的明星 同样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了他们的恋情 克莱夫灵机一动如果两人订婚的话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或许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下一对比德塞勒斯和布里特艾克兰 这对明星恋人强强联手红透了整个因果 然而巴巴拉却表示自己目前是不会冰婚的 除非是年轻的查尔斯王子来求婚 好消息接踵而来 克莱恩安排巴巴拉的喜剧结束后就去演出电影 谁都没有想到巴巴拉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爆火 尽管巴巴拉和克莱夫每晚都会在一起 但清晨巴巴拉就回到自己的小公寓 马吉问他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那样巴巴拉就不用清晨再回来补觉了 我们并没有讨论了它 而且Denis说Ted Sargent不会站在一起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结婚了 巴巴拉说每天都有报纸曝光两人的恋情 虽然两人已经额外详心 马吉则提醒她 服装部有个女孩和P头是乐队的成员有一个孩子 但他们依然没有结婚 巴巴拉奇怪为什么马吉如此保守 新剧的剧情是巴巴拉怀疑吉姆和秘书有染 貌似这是俗不可耐的桥段 他们想安排一个男秘书掀起更大的争议 巴巴拉带着胡子扮演修理工人打探风声 编剧希望她加一些娘娘枪 可丹尼斯却拿出了泰德的新制度 毕竟现在红透伦敦的吉姆和巴巴拉正在风口浪尖上 有无数个竞争对手在等着看他们的笑话 丹尼斯讲制度中要求 剧本禁止娘娘枪的玩笑 海尔却提出现在电台的广播都比他们要前卫 之前你曾经说过要求我们突破边界 可现在却是各种制约 这场争论不欢而散 巴巴拉在公司意外碰到戴安娜 原来对方刚刚进入光明公司 成为了安德鲁奥谢有约的现场记者 两人决定一起去喝一杯 巴巴拉表示之所以父亲和他都喜欢洗春里的人物 主要因为他们都不是什么满口 只谈自己邂逅冒险的上游社会的人 这部电影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这样一说戴安娜也同意了她的观点 晚上他们来到一家很火的喜剧俱乐部 巴巴拉看到了自己的偶像喜剧大师霍尔德先生 但他却忙于工作并不认识巴巴拉 舞台上的演员更像脱口秀 他们即兴发挥的表演 与巴巴拉事先排练好的喜剧有很大不同 此刻巴巴拉才明白一个真正优秀演员的素质 并不是美貌和事先的无数字排练 他们的即兴发挥比排练好的部分看起来更加放松 状态也更嗨 虽然没有经过所谓的深思熟虑 甚至没有时间决定是否这样表演 但从演员自己的经验直觉和习惯等出发 往往会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这需要演员本身具有非常好的修养和文化底蕴 然而这次聚会却让丹尼斯错过了妻子的生日 伊迪斯埋怨或许外面的活动比较有趣 他说昨天朋友们已经为他庆祝了生日 实际上夫妻二人都是做电视台的相关工作 多年来他们都异常忙碌聚少离多 渐渐感情也有了生疏 晚上丹尼斯在家里特意准备了一支红酒给妻子道歉 然而伊迪斯只是接受了她的拥抱后即冷冷地离开 第二天克莱恩要和巴巴拉确定喜春的拍摄时间 巴巴拉说不希望所有人都盯着她的胸打撞 虽然剧本很搞笑 但吉姆和巴巴拉都不这样做 如果在喜春里这样表演代表 她是倒退了 昨天晚上他们在喜剧俱乐部中 看到一个女人在双人戏里自己编台词 克莱恩告诫巴巴拉好身段是不会永恒的 她应该利用好自己的优势 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另一个女孩 这是巴巴拉第一次没有听克莱恩的建议 她坚定地认为会演戏才是自己的加分项 她绝不会让观众认为她只是个花瓶 父亲和姑妈从黑池来到伦敦看望巴巴拉 巴巴拉给他们安排住进了五星级酒店 克莱夫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他们谈笑风生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慷慨的克莱夫赢得了父亲和姑妈的好感 两人的感情也越发甜蜜起来 幸福的巴巴拉认为清晨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人是克莱夫时 他的世界都会变得明亮起来 可第二天清晨就被狠狠打脸 一个男人堵在门口找他签名 巴巴拉却看到家子里克莱夫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 男人是太阳报的记者悉尼贝斯特 他说照片里的女人甚至外形都和巴巴拉有些相像 巴巴拉一眼就认出她是自己的化妆师 他并未叫醒熟睡中的克莱夫 他尽量掩藏自己的伤心 或者说他根本不知该如何面对 直到化妆师发现了他的反常 巴巴拉说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化妆师则道歉如果我知道你们是一对一 我一定不会这么做 巴巴拉大脑一片空白 他无法相信口口声声说要和自己长相厮守的克莱夫 竟在他们交往期间还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可这个女人还是之前帮助过他的好友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编剧们却敲不开巴巴拉的房门 还听到她在屋里哭泣的声音 父亲和姑妈也进入观众席 等待巴巴拉和克莱夫精彩的表演 公司还在表演结束后准备了庆功宴 编剧只有去找丹尼斯 这个时候大概也只有丹尼斯能收护她 丹尼斯说爱你的观众正在等待你上场 丹尼斯说你可以选择待在这里不去表演 但据他所知当路希尔发现 希尔纳兹在外面鼓混时 他成功反击 成为第一个掌控大型演播室的女性 巴巴拉意识到这场关键的演出 绝对不能被克莱夫这个大猪体的糟心事搞砸 否则他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他在镜子面前重新梳理了情绪 他擦干眼泪准备开始表演 这次的剧情是巴巴拉怀疑吉姆和秘术油染 他告诉丈夫自己要回北方的娘家 但其实他就在吉姆身边监视他 巴巴拉扮成修理工架着梯子走入直播间 他尽量掩饰内心的愤怒 可克莱夫依然感觉到巴巴拉和以往不同的喷火眼神 他还故意拿梯子使劲地击中了克莱夫的要害 这完全是之前没有排练过的剧情 这突如其来的临场发挥却让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可 这场演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观众的掌声惊解不息 父亲和姑妈就快要流出眼泪 他们为黑池小镇走出的女孩骄傲 演员羡慕时巴巴拉甩开了克莱夫的手 他提前离开了舞台 克莱夫则紧跟其后 泰德走入中控室首次高度赞扬了他们的演技 这场演出实在太精彩了 他要求所有人都去酒吧庆祝 可演播厅却突然传来了巴巴拉和克莱夫的对话 原来直播话筒还没有来得及关闭 丹尼斯马上命令关掉麦克风的声音 可音效部的人却不在座位上 观众们还以为表演并未结束 一切都安静下来 巴巴拉说 你昨天晚上还要我搬去和你同住 克莱夫则表示我是认真的 此时巴巴拉才意识到周边的反常 远处的人们似乎在拼着他们 他抬头正看到一个收音的话筒就在两人头顶 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六十年代相对保守的伦敦 一个家喻户晓的女明星竟然说出如此脏话 巴巴拉风生水起的事业也即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